他每天都自得其樂 一般人就會說 怎麼那麼辛苦 他就是很高興 你這個好像壓到了 頭瞪了 然後這個切下來之後還要分解 所謂心情的落差 第一個是薪水差 有薪水跟沒薪水 後來結論還差蠻多的 因為做農的收入其實不到我們的這裡 我當初搬到台東來 第二天就開始去工作了 那麼我工作的薪水是 以前人家稱的前台 就是小弟 接待那種薪水的服務工作 我想試試看 因為我本身 之前在學校也是多少都有涉獵到 我就是他們停辦之後 正修沒有讀之後 我到現在還沒讀 可是不行啊 因為我沒有大學學歷啊 我現在又要考慮說 就是究竟在隨便找一個最相關的 好 這樣薪水之後其實有兩次在校會議都有老師提出來說要恢復薪資 所以代表不代表所有老師都同意啊 我們薪資大概就是所謂的學術家籍 終點費 還有主管家籍 老師費 大概是聖綱這一塊 那個我們的薪資裡一類半個鐘頭 很抱歉 我們會有留下來 我們會留下來 我們會留下來 從剛才到時候都要講特別 我們會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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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唯一的公科技職院校就是永達 退場機制 拿我們的獻祭 教育部 他們提出來的所謂的退場方案裡面 對於教職員工的工作 對於學生的受教權 基本上完全沒有保障 教育部在上禮拜的時候 事實上他無預警的通過了 永達技術學院董事會提出的這個 提辦的計畫 我們永達的學生都有感情的 我們不想混戰 今天如果你是我們在座的 其中任何委員會 你會覺得這樣子的安置 叫做幫學生好好安置 就經就學嗎 我如果永達持第一開 高教的崩解速度 絕對會超乎我們的想像 保障受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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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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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工作權 我們發現說 停辦的這兩年來 我們再次強調 這兩年來 沒有任何的學生 沒有任何的老師 沒有任何教學研究工作 居然停辦的這兩年 他們學校的支出 居然還超過三億元 整個私校退場好像是 教育部跟私校董事會 之間的一個大黑箱 外面的人根本沒辦法知道 到底裡面在賣什麼 賣什麼藥 教育部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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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達技術學院 前身是私立詠達工業專科學校 成立於1967年 是許多南部學子 報考五專工科的前三志願 1999年時 改至技術學院 學生總數曾高達1萬人 2014年8月 詠達成為台灣第二所停辦的大學 當下在校生被迫轉學 教師被迫失業 因為畢竟家就在屏東 那有時候你可能會說 在外面怕病 或是怎麼樣 可是有些時候你可能會 希望能就近照顧家裡吧 然後6樓7樓跟頂樓是建築系 前詠達建築系教師賴弗林 在詠達任教23年 2013年開始帶領師生抗爭 爭取校方的不當欠減薪 以及為學生受教權發聲 他在停辦前被迫提早申請退休 很多人都坐在這邊靠在柱子上面 在這邊聊天 你們的共同記憶 可以這麼說吧 然後董事長的雕像在那邊 剛剛我們過來 這邊不是有一個雕像嗎 那個一個兩隻手指頭 然後上面公有一個輪 那個什麼齒輪 然後有筆的 那個雕像是象徵詠達自己公專起家 你是在沒用什麼 那沒用什麼 鋼鐵啊 拜大哥你找鋼鐵 你也找不到人家 有喔 在中山路那條我去做 中山路喔 對啊 就讀永達建築系進修部 大一升大二的學生賴景亮 是屏東在地人 因為工作所需 想要考取建築相關證照 所以下班後 還會到永達進修相關技能與知識 2014年遇上了學校停辦 因為教育部轉接的學校太遠 工作之餘無法兼顧課業 賴景亮目前暫時放棄念書 想說不錯啊 剛好這個環境要去堵啊 結果 好了 反正現在也沒地方堵啦 因為我們永達這樣我住這個地方 過去最多最多4分鐘就到了 我大概可以工地下班了之後 還可以回去稍微沖洗一下 再過去都還來得及 現在這個職務科技系法庭 必須要遠到到台南去 那因為他現在目前的狀況 根本就沒有辦法到那邊就學 那說因為學制的問題 他又沒有辦法到大理科技大學 因為他那邊的讀招 轉學考都已經結束了 那我的小孩子要怎麼辦 今天就不能讀書了嗎 我們現在汽車課 只有一個一間學校 就是高院 那我們大部分的人都在屏東 那我們通車過去高院 因為他的位置在貼近台南 可否去正修正修機械系 交通費的部分 這個可能就不進來啦 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各自的 有些可能因此而轉的比較方便 有些可能會稍微 勇達停辦時 約有625名廢校生 其中109位 未接受教育部轉介的學生 多數因為勇達停辦 被迫中挫 甚至還有繳了三年學費 差一年就可以畢業的學生 因為時間與交通的成本 他們選擇直接放棄就學 因為他算一算根本不可能 不可能啊 我在正修晚上10點下課 我回到訪聊三幾半 幾天還要上班 他只剩一學期而已 他好像剩一學年喔 一學年 一學年 他剩幾年就沒有了 結果他放棄也沒辦法 他放棄以後 他剩下三年的那個學生費 怎麼辦 他自己拿不到畢業證書 也沒辦法考照 然後現在你說你可以就近啊 不好意思 你告訴我最近在哪裡 沒有半間 沒有半間啊 很難想像喔 沒有學校可以讀喔 怎麼會有沒有學校可以讀 正常是應該是有學校沒有學生喔 我們難過很好笑喔 沒有學校可以讀喔 剛才講到一個學問的認證 那我要舉一個例 我喜歡的是運見休閒 那麼對方的學校可能 是光光休閒 光光與運見是不同 那麼我到了這個學校之後 我是不是要重修他的光光的學分 教育部是不是給我認證他的底點 但是這整個裡面都沒有講清楚 如果今天我不想再繼續教學下去了 請問教育部 你是不是要退回我所有的學會 對 對 看樣子教育部 教育政策推行是不錯的 終身學習 所以我們四季的同學非常敬佩 真的是終身學習的典範喔 會跟轉學接收的學校呢 特別做一個希望他們能夠做 重寬認證 不是重寬認證的話 補修學分 我們也希望他在學生上面 能夠免費或者是優待喔 即使轉學到新學校 勇達學生原本的學分認證 並未如同教育部承諾的從寬認定 不夠的學分要透過補修才能畢業 到正修去了以後 我們還是在繼續在跟教育部爭取 到最後那個所謂開設專班是 他們已經到正修去念了 好像到學期中 教育部的公文才下來給正修開專班 這一班是專班 但是如果沒有這樣子爭取的話 完全沒有 也只有建築系有 其他科系通通沒有 通通沒有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學生是弱勢 那轉過去學校以後 又沒有人幫他發生 然後原台的學校老師 又已經被幹掉了 這些學生其實來主機還蠻可憐的 那個我們的行制力 已被半個鐘頭 很抱歉 我們會有留下 我們有一個 我們會留下來 我們會贏定 我們會贏定 因為我們要給學校 還有問題啊 好不好 老婆 老婆 什麼 老婆 老婆 你講不出來就還要買了嗎 老婆 這麼多問題 8月28分發 怎麼分發 沒有問題 你從剛來到的時候要講特別 全部都不講特別的問題 老婆 不可以走 喊我送教权 我會送教权 不可以走 還沒有問完 我們的教育部真的很糟糕 他們非常 他們跟我講個冠冕談話 我說我們去輔導學生 他們來兩句話有沒有什麼事 需要什麼 然後我們就一定是丟很多的問題出來 好 我們會帶回去討論 拜拜 沒了 賴簡亮認為 所謂的教育部輔導學生 就是要他們選擇 轉介特定學校 以及自行負責兩條路而已 叫你們讀就讀就對了 怎麼那麼多問題 你再講一次 我現在是學生沒有錯 可是我同樣的一個身分是社會人士 你再給他大聲試試試看 我如果不給你病得我跟理性 要不是我們你們早就被人家丟包了 那種心態對我們詠達的同學 因為你們是教育部安排過來的 我們不接受不行 去那邊其實讀了 我感覺也不好 那種氛圍也不好 然後再加上種種的困難 我們就直接 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多人放心 對啊 為什麼會放棄 就是因為好像 流浪狗啊 流浪去那邊啊 然後有一個氏族 很好心的把你留下來 收留你的 你還想怎樣 就是這個意思 對 學生去到新的學校 就是新的學校的學生 將來拿的也是新的學校的畢業證書 所以希望各位同學能夠去到新的學校等於是一個新的機會 把握這個學習機會 今天講一句白一點的話就是說 我們在開同學會的時候 講過嘛 開同學會的時候 相見不如懷念 除非你過得很得意 你才會願意跟人家分享 我現在幹嘛 我很得意啊 如果你現在狀況不太好 你會願意跟人家分享嗎 你現在在幹嘛 沒有沒有啦 再聯絡 再聯絡 就這樣就跳過去了 所以你說現在要我們去看看大家的狀況怎麼樣 除非現在過得很合意 他會願意跟人家分享 運修系教師陳松盛 太太也是永達的老師 夫妻倆同時失業 陳松盛被迫退休後 選擇搬到台東資本生活 只為了遠離熟悉卻殘酷的校園 我在永達從助教一直幹到副教授 那麼從工友一直幹到系徒根 我的印象是他永達的師生大家都非常勇敢 即使是喜歡賺錢的那些董事 在我一向大會也是 他們也很努力在賺錢 他是師父我語 我當初搬到台東來 第二天就開始去工作了 那麼我工作的性質是 以前人家稱的前台就是小弟 接待那種性質的服務工作 我想試試看 因為我本身 之前在學校也是多少都有設立到 那麼當然就是以勞力性質的服務工作為主 然後包含你們所熟悉的打掃 打掃 那麼給客人做一些服務工作 生活房間裡面的一些冷氣的維修什麼什麼的 反正可以做的我們就嘗試著去做 不想在任教職 想避開不必要的眼光 對於過往教過的學生 陳松勝感到很慚愧 但他靠著過往在校時開創的飯店產學合作經驗 轉向服務業 從事勞力性質工作 但月薪大約只有兩萬出頭 我不得不承認 對我打擊真的蠻嚴重的 因為 我不曉得一個人做智商工會這麼快 而且當一個家庭 目前是三個事業 待業當中 那更是有苦說不出 因為我們以前是在教書 可能 我們的心態 會跟現在這種服務性的工作 有天差地緣的這種經驗 為期兩個月的工作當中 讓我真正挺捨的是身體出毛病 有一天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再去找其他工作來嘗試看看 但是事實上 台灣能夠提供我們這種身份的 真的不多 很少 而且真的很少 而且那時候也沒有想說 學校後來會結束或怎麼樣 就認為說能教就去教 我是屬於那種比較沒有警覺的那一類型 李立民老師是光電博士 在永達任教超過20年 於電機工程系任教 停辦前 也曾到教育部抗議校方的不當欠檢薪 其實學校在2008年欠檢薪時 李立民同時罹患了咽喉癌 現在失去教職的他 重新整頓自家的農地 用清淨土地與植物的方式 療養身體 以有機栽種香蕉 賣多少算多少賺取領用錢 原先這個原子就已經有了 但是那時候就是上班工作上班工作 那一停辦我就全心就弄這個 然後拉了以後 這個能夠抓得到的時候 就可以控制它 控制它然後慢慢下來 所以說人家說香蕉很重 實際上是不愧 然後它這個地方因為沒有把它割斷 那像這樣的話 其實如果用推車就直接把它推了 這樣就這樣子把它分解 基本上還是因為我之前有生病 所以我後來就不太願意去做那些 其他的事情 因為我做農業 我面對植物 他給我的第一手的氧氣 譬如說我在洗澡工作 我是光電人 而且有高科技 高科技你沒有用心 沒有那個 用心的話就會有壓力 這無形中會讓你的身體受到負擔 所以我現在變得比較自由自在 所謂心情的落差 第一個是薪水差 有薪水跟沒薪水 後來結論還差蠻多的 任教數十年的大學老師 怎麼也沒想到晚年會成為官場工人 李立民算起教書時的年收入約有 100萬 欠減薪後降到60萬 現在務農平均一個月僅有一萬多元收入 又可以加油了 然後他那個車子貨車 又不敢修 就是沒錢 因為一修可能就要一萬多塊 最近好不容易賣了一些檳榔 存到有一萬多塊 他就說 可以去修車了 所以他的貨車才拿去修 鞋子可以穿出來 因為這邊蠻乾淨的 我現在生活的重心 就是節能減碳會列入優先 那我這樣一種的話 底下的溫度大概 大概可以降兩度 大概 那我種花也很久了 有很多是收養的 別人 種了快死掉了 或者是說 看完了 看完了就不要 現在有點 蘭花有點像是消費品 但是早期的人種蘭花 是把它當作一個生命 把它當作一個朋友 不會隨便丟棄 但是現在觀念不一樣 二審訴訟團教職員35人中 公庫記者取得29位教職員聯繫 當中超過五成 至今還是沒有工作 能繼續教書的老師 比例兩成不到 而且都是尖刻性質 沒有穩定的薪資收入 超過半數的老師仍然失業 學校或主管機關 能對願意繼續任教 或其他適當工作 可以調論至合格教師 因優先輔導 簽介或接聘 能夠提供的其實是 平台 或者說有些工作的職缺 或者是說 其他學校有老師的職缺 我們會提供給他們 讓他們去做選擇跟參考 那實際上沒有辦法 幫他們找到 他們想適合的 他們真正想去的學校 或適合的工作 這在技術面真的是有一點難 數據的部分 我們這邊沒有 也許永達有掌握 因為這是永達的教職員 但是基本上 他離開之後 他去了哪裡 在哪裡工作 那就是他個人的隱私 教育部一級官員 在我們開會的面前 也是口口聲聲信誓旦旦 他會盡力維護 師生的利益 如何如何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事實上從同仁離開永達那一天開始 再也看不到他們關懷的聲音 要求董事會跟校方償還積欠薪資 及非法減薪的薪資 他聲稱減薪是合法的 我想請教育部去 永達查查看 是哪一個會議記錄 是哪一個流程 同意做減薪動作的 我們已經被減薪減了六七年了 難道教育部是麻木不仁嗎 這不算賭職嗎 2008年 永達校方開始欠減薪 直到2014年停辦之際 教職員們約有六千萬欠減薪 沒有追討回來 2015年追討官司一審敗訴 目前訴訟團35位老師 正進行二審訴訟 針對校務會議的減薪過程 教師認為程序有瑕疵 那一審是認為說 你這些老師完全都沒有去申訴啊 你可以教師申訴管道 都沒有去申訴 那就代表你有漠視嘛 對啊 那我們這邊是有提出 就是說之前在調整 調教薪資之後 其實有兩次在校務會議 都有老師提出來說要恢復薪資 所以代表 不代表所有老師都同意啊 但是以97年減薪 98年減薪的部分 我們說人數越來越少 預算跟支出真的是不平衡的情況之下 為了要讓我們這個收支平衡 所以那時候是說用減薪 報告校長 那個減薪的部分 我們一直要求一個合理的答案 到底合不合法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跟各位也順便報告一下 那教育部是要我們把 97、98年的會議紀錄 送到教育部去 之後教育部也沒有進一步的 告知我們怎麼樣 但是減薪的過程 一個會議紀錄 就不管那會議紀錄合不合法啦 聽說也是包括表決啦 那單一個會議紀錄 就可以把研究費把它裁掉了嗎 把它打折嗎 這個不用經過董事會嗎 不用經過跟老師座談嗎 因為時間一直進過 但是現在一直在執行 這不是過去是現在進行 是我們的薪水 現在就是已經是打折的啊 學校資訊到底公不公開 學校有沒有善盡告知的責任 如果說這個動作學校都沒做的話 譬如說開會啊 減薪啊 發薪水的依據 這些東西都沒有公布在網路上的話 那如何會讓老師知道他的薪水是怎麼來的 又如何去認定這個叫做 所謂的末世啊 校方實施減薪政策的第一年 佔據薪資一半的學術研究費被打七折 講師 就是賴芙林為例 2009年薪水被扣減15萬元 隔年起 學術研究費七折再打七折 等於一半的學術研究費都拿不到 直到學校停辦 賴芙林幾乎每一年都被扣減30萬元上下 6年加總至少150萬元 這個存著入障的這個薪水 入障的收入金額不對 那我們也是 喔原來校務會議好像有討論 我們是這樣的方式跟程序才知道說 喔原來校務會議有這樣的一個討論過程 這裡是每一個月的那個差距部分 所以從98年五月開始 那一直有計算 每個月都少領兩萬多塊到三萬塊左右 對對對 因為我們那一年就離校 在推小薇的校務會議代表的時候 我們推選他是去議決校務 但是我沒有派他去幫我們討論薪水 我沒有授權他去討論薪水 這些校務代表憑什麼在校務會議裡面討論薪水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在校務會議裡面討論薪水 他有沒有先把所謂的事先公告 讓校務會議代表在系上 或是各個單位 先收集每個老師教職員的意見 然後猜到上面去發表 沒有 他其實在會議裡面資料發完看完 然後會議開完以後就收回去了 合定通過以後有沒有公布在學校網路上 他也沒有公布在學校網路上 所以沒人知道到底會議結果是怎樣 所以像以這樣的一個程序 來議決或討論老師的心思 不僅不合法而且不透明 根本是個大黑箱 解決教職員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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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教職員工作權 那個國際會議廳 看校務會議都在那邊 在那種狀況下 你知道了 你要怎麼抗議 你無所本 你也沒有會議記錄 你也沒有參與會議 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什麼狀況 那你要跟誰抗議 反而要求我們提供資料 資料全部都被鎖在學校裡面 我怎麼拿得出來 並沒有完整的一個議案 議案的內容是說我們來討論說今天 是不是要來刪減教職員的薪資 提案內容是一個預算案的審查 所以等於是他將教職員工 減薪這個案子 整個包裹進預算的審查裡面 會議記錄裡面的內容 其實都沒有明確的提到說 他們有投票表決 或者是大家有討論通過 決定要去刪減教職員薪資的 這一個討論案 老師們認為 校務會議資訊不公開 決議減薪過程 校務代表也不具代表性 董事會卻在減薪的同時 要蓋一座新的綜合體育館 如今只蓋到一半 永達就停止辦學 成為促立校園中突兀的鋼筋架構 為什麼我們生活已經這麼苦 經營這麼困難了 你還要節省我們的薪水 去蓋所謂的運動場合 事實上每個在永達生存的教職員工 沒有一個統計就是說 我為什麼要蓋這種倉管 因為當時已經在減薪了嘛 為什麼不拿來做更有用 更能夠挽回私生信心的這種做法呢 人事主任跟校長說 只要教育部沒有認定減薪是違法 他們就不處理 所以我們每個老師被積欠的 一百多萬的薪資 他們就不處理 你問是不是教育部在包吻 他那個 賴老師其實我也跟他 到屏東也看過很多回了 那慶新的部分 儘管校務會議程序 和董事會的作為都極具爭議 永達被控告欠檢新官司的一審結果 竟然勝訴 而其中關鍵在於教育部扮演的角色 私校法施行細則第33條 規定私校興己准用功效 但教育部卻含視屏東地方法院 本縫跟家己可以拆開來看 永達跟這一群老師 並沒有欠心的問題 但是他們之前在停辦之前 因為那是停辦之前 他們有做過減薪的一個動作 這是不一樣的 私立大學校院上專任的老師 他的本縫比較公立的學校 而且不得低於公立的學校 這個是做一個保障 但是只有本縫部分 家己的部分他並沒有要求 按照法律的規定 私校教師的心極他就是要准用 那准用的情況就是 不論透過各種方式 學校都不能作為一個 合法去變更教師心智的一個 這樣子的管道 對 所以以公會的主張來講 我們是認為原本心智就是不能變動 法律明定要准用的狀況下 都已經有很多私立學要偷跑 透過銷毀以自己以為 他可以訂定所謂的減薪條款 儘管非常多的學校 他都已經通過訴訟要回了 這樣的一筆 他應該要拿到的學術研究費 那我沒有說 我們人家要讓每天 讓我們的私校老師 每天都疲於奔命在法院嗎 那實際上私校教師 他在提供的勞務 當然是公校教師 其實是沒有沒有兩樣嘛 那實際上還是在從事 教學跟研究工作 那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國家 需要特別去保障 即便是私校的教職員工 他們的薪水應該也要等同 於跟公校一樣 公私立大學薪資不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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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在想的是什麼科技 普通產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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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他現在都去 你要從中間公司 就是要有證照嘛 對啊 他這是長榮大學 來這裡幾個嗎 來這裡幾個 來借用教室 哦啊 我想說他推往這中心的乖客 來借教教學 是 那大家對於一間學校庭辦的想像 大概就是說 這間學校就沒了 那確實他沒了的展現 只有展現在說 他的教師沒了 學生也沒了 學生被迫轉學 那老師都被迫就是要失去工作這樣 那可是我們卻 我想一般社會當然卻不知道說 永達雖然不存在了 但永達的董事會 是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解散 學校庭辦跟董事會 解散是兩件事 學校庭辦之後 董事會他依法他可以再去做別的 他可以轉期 永達董事會在庭辦當下 仍握有15億元的校產 且擁有三年的改善期 但高教工會認為 轉型計畫得以讓董事會借師還魂 不必被解散 這間學校辦那麼久 他能夠累積長期以來這樣子的校產 多半還是來自於學生的學雜費 跟教育部的一些補助款項 那這一大筆 我們說大概有10億左右 這樣子的一筆總校產總資產 到目前為止都還是有舊的這一批董事會 也就是把永達辦到島的這一批董事會 繼續握遊 憑空拼湊出了一個 我們說包山包海這樣的一個 台藝天賞出的計畫 其實永達的董事會 他整個董事會的成員 是沒有任何的社福背景 他找來的執行團隊裡面的成員 也沒有任何跟社福事業是有關係的 那有沒有可能 永達他今天一邊成立了一個 這樣子非營利的社福基金會 但他又去另外成立了幾個 所謂的社會企業 然後他透過這些 他另外去成立的社會企業 來跟這一個社福基金會 進行所謂的投資開發 合夥經營 然後以此用這樣子的企業的模式 來作為他的白手套 來賺取利潤 這12項的機構當中 我們如果仔細去看 大概有7到8項 未來都有可能是要收取費用的 那有4到5個項目 是提供給所謂的營利組織 來承租或者是使用 其實在他的所謂的計畫書裡面 有一句話 已經非常非常的經典了 做生意就是為了做公益 做公益 這要透過做生意 所謂部長一直口口聲聲的轉型 就是這種怪物 那個計畫就被教育部打住了 他說你們這個欠薪的事情沒有處理 然後你這個規劃又 你的資金或什麼東西 又還沒有很明確 所以現在教育部還是不同意 如果教育部同意 那我們又更不高興 根本就我們就還沒處理好了 怎麼讓你又復活了 等於是由公共資產累積而成的這些校產 變成能夠讓勇大董事務 他只要提出一個轉型的計畫 他就可以繼續掌握有這筆校產 他甚至在轉成社福機構之後 他就更不需要受到來自教育部 或者是一些法令上面的一些監督這樣子 他在處理資產的時候 他處理每一道資產 每一份資產都是必須要教育部同意的 他不能擅自未經同意 就去處理他的一個資產 那為什麼他能夠繼續握有 而不是合理來講 我們認為這個董事會應該要被解散 那學校應該進入一個清算的一個這樣的狀態 那至於解散的部分 依法教育部是不能解散私校的董事會 只能有一個理由 就是說董事會它違法 我們可以申請法院來解散 解職董事會 那目前並沒有達到這個要件 它目前並沒有違法 董事會要有違反法令 七個月沒法清水沒違反法令 已經違法解雇了多少老師 或者是有一些違反 建築章程 那這些事實都要等 都要他們 因為董事會還在運作 老師從200多人被違法解雇到剩60幾人 你還認為這個董事會沒有明確的違反 違法自由嗎 勇達退場後 師生權益遭受嚴重打擊 目前勇達技術學院停辦後的每個做法 都將成為日後高教退場可能遵循的先例案件 高教公會認為 若要避免資產落入校董口袋 問題私校應由政府接管 董事會解散後 資產納入公共使用 我們看到從停辦前到停辦後 這整個教育部提出來的 根據私校法的這樣的一個制度 的這個程序 裡面基本上完全沒有考慮到 社會公益的問題 也就是有關於土地利益 將來土地利益問題 沒有考慮到 教職員的工作權的問題 也說他整個停辦過程 他程序就是沒有這些東西嘛 第三個部分 對於學生受教權的部分 也完全沒有著夢 我們認為修改私校法的一個關鍵的 一個最關鍵的核心就是 你應該要禁止學校在停辦之後可以轉型 那應該要在私校法裡面 明定讓學校退場之後 他們的校產是能夠回歸公共教育 繼續使用 永達他也在tribe 他們也在找出他的 可能 可能繼續能夠營運的一個模式 那如果學校解散停辦 停辦 董事會解散之後 他所有的財產是以捐章來 捐助章程來給 不管是地方政府或是其他的非營利的單位 就是歸公 他不能歸私 只有一間學校是完全的就是放任 讓董事會開放決定說 他剩餘的財產想要給誰就可以給誰 那這一間學校就是永達技術學院 我們要把私校法當中呢 授權給董事會可以任意的處分 解散之後的財產 應該要將這個法令修改 確保 退場後的校產是能夠回歸公共教育 教育部為解決高教過剩問題 草擬了高教創新轉型條例 在馬政府時期 一度將草案送審行政院 經過政權移轉 目前又回到教育部重新編修研擬 然而轉型條例真能解決高教退場嗎 其實轉型也不是什麼新的方案 是看到他的這個轉型條例裡面呢 依舊是把這樣子的退場制度放進去 他在條例裡面提到說 學校可以提供參與創新計劃的校外合作對象 進駐或者是辦理公司登記 我們要問說今天究竟是辦大學 還是讓學校當包足夠 那這樣的運用不是只是為了賺錢 教育部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前提是說 你這樣的運用仍然要回歸到 學生的教學學習跟你的研究 而不是只是單純只是要爭取這個資源而已 所以我目前開放的就是說 你只要跟教學你的產學研發 以及學生的學習有關 我們會盡量讓學校有更多的彈性去 運用他的校地的空間 或者說他的一個研發能量 來跟產業社會 甚至跟地方政府合作 你這塊本來是農地 那變成是學校用地的以後 那你現在又把它研辦 或是改辦成其他事業 那你這塊農地 轉換成文教用地 或是轉換成其他地木的這種 地木變更的出家家庭 難道可以給永世問嗎 以永達來講 他如果今天要改辦社福事業 實際上他還要涉及非常多的 這種地木變更的這個問題 只要他地木變更問題 還沒有處理妥善 教育部還沒有核准他的計畫 他就不能夠說要轉型 說要改辦就改辦 但是教育部的這個轉型條例的草案 如果通過的話 實際上他要讓學校有一個這樣的權利 可以很迅速的來變更他的地木 教育運用地就是佛教育文化 那他可不可以有多元的運用 他可能有一半 因為他現在招生規模沒那麼大 原來一萬人可能後來剩五千人 那剩下的這個多出來的空間 可不可以有其他的一個不同的運用 那他地木也能夠做局部的變更 這個部分我們還在跟地方政府洽談中 前教育部長吳思華曾提出 全台約160所大學 若縮減到100所會是理想範圍 520民進黨政府上任後 高教政策沿用前朝思維 新任教育部長潘文中宣布 將成立50億元基金 推動大學創新、轉型 但在這場私校退場風暴中 高教公會始終主張 私校資產有高度的公共性和社會性 唯有高教公共化 才能扭轉向自由化傾斜的教育體系 我們比較不希望在新的執政黨手上看到 這種永達的案例會越來越多 那個只是會打擊到教育部的微信而已 現在大學生數沒有辦法那麼多了 我們除了調整生殖比 因為調整生殖比 只是一個比較屬於形式上的一個作為 老師照顧學生的人數變少了 當然suppose品質可能是變好了 那我們會透過很多種方式跟策略 來讓未來學生人數越來越少的狀況之下 我們培養的每個從大學已經畢業的孩子 他基本上至少他基本的就業能力是存在的 光是以六十間學校的校產來統計 就有高達兩千億這樣子的資產 現在他只是說我們就要在五年之內 把六十間學校關掉 只是為了衝這個數量說大學數量減少 他就完成了教育改革的使命 那我覺得這完全是在開玩笑 為什麼教育部要一面的讓這兩千億的資產 放手讓董事會去做處決 卻另一方面的想要來調整學費 想要的讓企業來有可能辦一些衍生企業 那我覺得這絕對不是一個能夠 改變我們高等教育處境 提升我們教育品質的一個好的做法 都不想要的 風風風 燈起妳的笑 嘴念人啊歌 湯吃咖來散步 雙邊舞 柱仔香的風 我們找不到他們那時候的幸福